一名中国前外交官今天在纽约一家联邦法庭 接受陪审团就其涉嫌强迫劳工等指控 对其做出的裁决 警察官指控他用债务质押强迫中国廉价劳工 从事签证允许范围以外的劳务 详情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为我们介绍 方斌 好的挑战 有12个人组成的陪审团就在15分钟前做出了裁决 被告钟丹 他被指控的五项罪名全部成立 这五项罪名是串谋强迫劳工 强迫劳工与强迫劳工有关的文件隐瞒 串谋走私外国人 串谋签证欺诈 那么这名外交官也就是钟丹 他曾经在2001年到2009年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和中国驻美大使馆 担任外交官 他是中国辽宁日灵集团董事长 亿万福王文良的外甥 他也是日灵美国公司的负责人 被告被控以外交专用签证 把中国工人带进美国 但利用这些廉价劳工 在位于纽约市多处私人住宅 做与签证规定不符的建筑装修和其他的这个劳务 让这些中国劳工的签 这些这个中国劳工 所签一些所谓这个债务质押的合同 要他们支付15万元人民币的保证金 还要以这个中国的房地产的来做抵押 那么合约规定的他们只能再回到中国以后 才能获得大部分的薪水 如果他们逃离或者是试图逃离的话 他们家里的资产就会被没收 他们的家人就会受到惩罚 那么美国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 从2016年11月逮捕了这个中单 另外同案的另一名被告 也是前中国外交官 是这个日灵美国公司的项目经理王兰东 现在呢是在逃 那么中国日灵集团呢 承包了中国驻纽约芝加哥等地 包括总领馆和驻联合国代表团等 外交机构的维修管理项目 那么这些项目就是通过中单的日灵美国公司 来加以实施的 因为这个检察官说 中国政府是这项强迫劳工阴谋 得以实施的最终保证 那么中单呢是利用这样的一种 叫做这个债务捆绑的合同呢 来警告工人 如果他们逃离的话 他们将承担政治安全责任 另一名这个助理检察官说 这些合约呢 以中国政府作为威胁手段呢 来对付工人 那么这样的一种威胁 就是要你必须遵守 否则呢 你将被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呢 来加以关注 那么现在这个定罪了之后呢 接下来是这个如何进行良行 那么我们还会继续的跟踪报道 小战 好的 感谢方斌 从纽约发来的连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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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